好来看到东华副小12号上午举办了小市长就任典礼 花联市长魏佳燕除了亲自到场参加授证仪式 也勉励小市长魏子成与他的行政团队能够落实证件 并且成为学校跟学生之间的沟通桥梁 东华副小智之士小市长选举活动在12号举行了授证典礼 由卸任小市长黄沐成为新任小市长魏子成披上彩带 并由校长包明君亲自为新任团队反正当选证书 落实民主法治的教育从小向下砸根 我这次的证件第一条是午休后假课改为15到20分钟 然后第二条是就是可以体育器权室开放的借球 最长可借一个月 然后还有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是借还书时间改为三周 而卸任小市长也以稳健的台风带领团队 向同学们过去的支持表达感谢 正式卸下了小市长的重则大任 因为像我小时候就是比较不敢在台上发表 然后这是因为主任有很多机会 然后就会请我上台练习发表 然后就是我觉得我做得越来越好了 我们的卸任小市长确实在刚才的 这次卸任感言当中表现得非常的沉稳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变 也确实证明附小在从小一年级到六年级的一个 发表的课程上面我们验证到的成果 博动中市长魏嘉燕及家长会长魏嘉贤也亲自到场 向新上任小市长及其团队表达恭喜 期许他们能在任期内逐步推动并落实所提证件 那我想政治就是众人的事情 那不管有没有当选我想他们提出来的证件都是非常棒的 我想未来期许新任的市长都可以整合所有的一个证件 来为我们所有的孩子们来实现 在民主法治的过程里面 我们也是给孩子一些正确的观念 那我们也很高兴所有的孩子都提出可行性的证件 那在民主法治的过程里面选出适合的人选 小市长选举活动从登记参选 演理证件选举公报 宣传活动文宣张贴 证件发表一直到投票 开票唱票监票等等 选举流程一点也不麻糊 完整体现了民主的历程学习 而市长也期许小市长和他的团队能够发挥合作精神 扮演好学生与校方之间的沟通桥梁 记者徐立芹华联士报导